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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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 今天台子空姓有我们嘉宾Wuby Wuby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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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都视像 观众朋友继续可以问Wuby一些股票问题 今天都很多题目要跟Wuby讲 會先讲外围脂肪 外围脂肪就是先讲了Wordland 和俄罗斯打仗 港股今天真的越跌越有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 省户来说 你现在跌近800点 你现在才开些红镇 好像 又好像 已经做不到什么对冲的效果 我看过股有些不符合的 譬如那些233里0 无端都按了5-6%来打仗 他都是买科鞋 其实不关事 有很多 譬如我 其实前两天我自己 个人来说 有些分享 入了一些中交建 中鐵建 那些好创 因为内地放水 可能基建都会捉一下 图表形态也是好 但是那些今天都跟你要按下5% 看来市况真的差一点 好了宏观的大事走向交给 帮我们分析一下 究竟这个打仗 怎样影响港股未来的走向 其实呢 如果一说到打仗 如果一说到整个打仗的环境 就有些像2017年那时候 就是可能早前 可能在第二个堂大家聊过 就是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 刚刚也是在伊拉克那时候打仗 那时候其实一打的时候 因为之前整个环境那时候是很好的 那时候可以说买什么都会赚什么 特别的腾讯就是大家形容为 永远打不死的一只股票来的 那所有其实无论其他都好 也算是汽车股都好 那时候只要有入货都一定会赚的 那也是那时候 那时候一宣布了打仗 是有恐慌式抄袖的 特别很多的牛症 那也都像阿欧说 也都买不及 其实买不及熊症的 那今天可能回落都会比较多些 有七百多八百点 那不排除明天 其实会有一个很轻微的反弹 因为突然间有一个恐慌式的抛售 那明天其实可能会有少少 会升上少少的 不过之后呢 因为整件事还没结束 那之后呢 其实都会再想下来 因为如果你真的一去到打仗的话 起码我觉得如果你说有一千点 其实都不出奇的 就是这个回落 但是慢慢其实有机会 会再重新上去 因为我相信 这一场战争 应该其实都不会 是会延长 是很久的 不过大家也有一些危机的意识 就是现在你说 是否真的这么快 适合加呢 我觉得又 未至于住 如果你说现在 是否真的撩底 我觉得要多看几天 先等局势稳定了 但是不排除明天可能反弹的时候 到时大家现在手拿了货的 才是沽货都可以 除非你拿着的那一只是牛正 那就真的走了才好些 没有啦 牛正今天应该都打了很多只的了 例如特别是橫子牛 昨天就做过很逆向的生死 因为有时候炒股都是讲气氛 昨天波叔 就是我们财爷 出了那份财政预算案 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合格有余的 很老实说 就是我昨天也都见到在个答问大会 都有五大传媒去问波叔 好像特首演说那样 好像说到那样 表现好些是不是阿在 好些好些好些 好多 好多 好像特首演说那样 是啊 就是你看到波叔 尤其是尤其是 尤其是那些节语 都好像有一些闪望的feel 那也会遗及很多东西的了 那你当然说波叔 是 那个租金那个令到那些 本身租房子的朋友 都可以用来减一下税 那一定是好过没有的了 那就是好过没有 当然我们作为香港人 有时候都口也很明明 但是你会觉得 其实都真的有些东西傻了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业主的 本身你持有物业 那你首先第一件事 对 对 不是很害怕那些楼子倒下 那你现在章潮 bottom line 又去到一千了 大哥 原来那个按揭程度 你拿着一百万这样 就是最主要的 你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你都买到一千万楼 那就是变相 就是我有些造房地产的朋友 都说拖拖个楼子 好了 Ruby 那整个财政预算案 你都一定会看过 以前你都是传媒人 好了 那做一击破 你觉得有些什么板块 有机会在财政预算案那里 位及的呢 其实如果你说 说为及的板块 我觉得又 未至于太过关注 就是今次财政预算案 譬如好像当派钱 那他四月就会派 那他说开始就年中开始派了 那大家一想 一定是一些消费股先的 不过呢 现在其实大家都不敢出街 就是看看尖沙咀 看看中环 其实整条街真的没有人 就算现在踏车都少了很多人 那我觉得暂时来说 就是刺激作用都不是那么大 其实都有人提出的 就觉得今次拍了消费券 大家其实都出不了街的 那其实又有些什么用呢 那可能还需要时间 大家才消费 又或者真的去完 变了一些消级市场 或者零售 大家还是看一些Hong Kong TV Mall 这类型的股票 可能会相对比较受惠 那其次的话 譬如你说的楼价 也认同的 昨天我都听到一些地产 真是朋友那些 除了你看到有些消息 就会说每个业主封盘 加一加 但是真的Friend 那些都说 譬如说看得的 他真的看到那些业主 真的立刻提高了个价 去起码接近有几个%的升幅 那我觉得真的整个楼市 起码会好一点 不过其实现在 你又要担心 其实会不会有人看楼呢 如果真的不是吉的 而真的要带别人入屋看楼 这个会令到楼市会减慢了 再加上疫情不知何时 所以楼价 我觉得叫做给它撑住 是不是真的会给它撑得回 可以升得回呢 反过来 这个还有保留 嗯 我有时候觉得出去消费 就真是很讲气氛的 那你歌舞星平当然可以了 那边就跟你讲打仗 跟着另一边商 就4月20日 香港很多的场所才解封 那些小朋友提早放暑假 那真是很平衡时空 我觉得现在香港发生着的事情 就是等于我们明明可以做节目 都要很智障的 这个时间我也希望 Hello Ruby 身体健康 特别的 有些小朋友 有些家长其实都要很小心的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是 大家要身体健康 是啊 各行各业都要停了 停到4月20日了 很多都 或者有很多食肆都未必做得住 那波斯营来香港的经济 是不是都会差一点点呢 你觉得 正还是4月打后有机会 就是从着消费券啊 或者那个方向 有些报复式的消费 或者报复式的去旅行 或者报复式的去买房子 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做到一个小羊群出来呢 你觉得 我觉得不奇怪的 虽然真的受影响的人 今次都其实比较多些了 就是特别是在酒楼啊 就是饮食方面啊 那消费可能相对来讲 今次的时间是短暂很多的 主要就是饮食啊 可能就是美容啊 甚至你做一些按摩啊 娱乐场所啊 卡拉OK啊 这些 影响就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说 其次消费呢 其实如果你看回呢 就是我看美股啦 特別那只LV 这样 其实这两年呢 疫情呢 其实它是上升的 那可能再加上消费券呢 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消费不到 过了两个月之后 大家是不是真的有消费血 就变成是买名牌呢 那我觉得都有机会的 所以我就不会说太过担心 就是香港的经济的发展 其实我们疫情 都不止这么短时间了 我们都经历了一整两年多了 那这两年多 特别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的恐慌性更大了 那时候生的时间呢 其实更长了 那其实都不说看到 那香港经济真的会去到一个很差的地步 那正确就是最近刚刚那些商务住宅呢 就是都公布了 其实那些在中环啊 在湾仔啊 那些的租务呢 那些的租务呢 商业的一些的店铺那些 租务市场是下跌了的 那这些就其实会有少少影响了 那不过啊 正如啊 昨夜说 就是一向大家看着 那经济增长是2.8 其实现在我们反而是 是会调升回到30% 那我觉得他都真的有信心的 是 那都好像Ruby刚才那样说 那看到美股那里 LVMH的股价 又OK的 那上个星期LV又全部加价了 那就是 那家人都将这个Hermes 就是Hermes 也都说了 说由于欧洲生产成本上升 Hermes今年呢 全球平均都会加3.5% 那有些媒体立刻做 说下跌一万元 都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买下 好像说是 还有些手袋买下 对 还有些手袋买下 但是普遍都会加上去 所以要买就 这一两个月就 买回个旁压身 就说Chanel那些 他们都说 由三万多升到六万多 就是最卡式款的那些 所以其实 如果你真的计算这些高端品牌 其实真的不是很受影响 是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类的股份 可能也有关事 有些观众朋友 就和我们打招呼 Hello 我的观众朋友 更加多朋友说 原来Ruby字像也是很美 很正常的 谢谢 但是 但是说一样正经的事情 这些观众说 为什么俄罗斯打仗 东京和台湾股市 就没什么太受影响 那为什么香港就很关事 Ruby你先说 一会我都想补充一点点 关于这个问题 好啊 其实就算见回 我早几年 伊拉克的时候 那天其实大家都很恐慌的 抛售了很多 那时股市就跌了一千多点 那虽然慢慢回答 每次其实外面外围 发生些什么事 其实香港 都是会比较敏感的 始终你说香港是一个 国际的城市 还有因为美国现在很多时候都出声 其实根本 你看到普京都可能没有美国那边 那些高官说话 说得这么多 任何打仗的事都跟美国有关的 美股受到影响 那港股自然是一样都会受到影响 那还有港股也很敏感 今次随着你说美股 港股 其实内地股市都一样是下跌的 都跌了几百点的 那反而你说可能去到亚洲这边 东京台湾 那其实就好像真的变成了 不是一些大国 好像不是到他们牵涉到在内的 那相对来说影响会比较小 不过我觉得长远来说 也不会说至于太担心的 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就可能 真的要提高一些危机意识 避一避风头先 那都看看不同的一些股票栏目 那是要回调的 不过有时候有些股份 特别是ETF 是回调的时候 就可以在一些买入的好时机 那说譬如我进入元宇宙 那现在不要说 还打仗那么实体 现实世界很残酷 我们先去虚拟世界 近来有很多朋友做了NFT 我很漂亮的 有市场 你也有 我看到你的图片 是啊 我叫他都给你 那你就可以进入NFT的界别 但是Ruby我也知道 可能公司都有些产品 都是关于元宇宙 或者关于电竞的 整个栏目都是和科技很混合 包括3072 以及另一种 关于手游的ETF 不如又藉着这个机会和我们说一下 好吗? 其实如果你说 现在可能市面上 都有很多不同元宇宙的产品 香港来说可能少些 外国会比较多些 那我们那种产品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可以覆盖到元宇宙的元素 那就是3091 那这一种呢 其实为什么会覆盖元宇宙元素呢 虽然大家都说 元宇宙一定就是 其实各行各业都会去应用的策略 无论你说商业也好 演唱会也好 看楼也好 就算是大家视像会议聊天 可能3D真实的呈现眼前也好 其实每一间公司都会应用的策略 不过你说现在其实最快最先体现的 有时候大家在说的 其实就是游戏市场先 还有游戏市场呢 现在就算你疫情来说 是有增没减的 大家在玩的 就是我不介意以前的Pokemon GO 那时候是男女老幼都会玩的 也都持续了一段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大家在那里追着的那些老人家 反而是之后他们才再玩 然后再是个动心 你是不是玩过动心? 有有有有 我家人的时候玩动心 突然间在那里 今晚去买什么菜 今晚不釣了什么鱼 我经常说是什么 我买什么菜 原来说不是啊 我们在说那一只 那只剑 那只剑 所以其实动心 是你说 我说有个岛 好像自己成立了一个 就是属于自己的社会 好像他们用这种鱼 是我们外面的人不明白的 不过疫情期间 其实没觉得电竞 或者打机这些 其实发挥过功效 或者疗愈度都很高 说真的 现在没得去做健身 就是你可能在家里 都是靠平时那些电竞的产品 来假装打网球 或者V那时候 那些什么Ring Feet 是的 那些Ring Feet Exactly 我想不起名字 你真是好 你都是那些瑜伽 那些拉筋 那些 所以 哎呀 现在就变成了 很有用 其实在疫情期间 其实这些 变相已经成为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 可能大家疫情那种感觉 是那时候 大家带好 做好一些安全措施 就是清潔措施 那就已经OK 但现在好像出到门口 其实总有人身边 就已经有感染了 是的 出门口也有风险 所以 真的少了 大家就变成了 家里会多些 那如果你说计 譬如那种动芯 如果计算疫情那种时期 其实它每一个季度 它差不多到10亿那么多 就是它就算单算 由去年上半年到 四年以来 是四年以来 又去到去年 去年 去年2021年的上半年 已经有50亿美元的收入 就是特别是在疫情那里 升得最快的 就是动芯来说 其实如果刚刚我说的 Pokemon GO 是最先的 有一些元宇宙的概念 是用AR的 就是好像大家在捉球 好像看到真实那样 那动芯就更加 是的 因为你自己有个数 好像现在sandbox 大家买一块地 然后建一间屋 然后买一些艺术品 自己又穿衣 然后又走到旁边的屋 走到另一个岛 跟人聊聊天 其实就好像我之前说 那些公司在玩 那些元宇宙办公室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那也是它 起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说计 其他公司 可能就是 除了一些办公室 很多时候 还需要去开发的 但是如果说计游戏来说 其实最先体现元宇宙 那刚刚我说的 最劲的就是日本 一定是Sony 是的 任天堂 任天堂 是的 第二的其实就是 腾讯 第四的就是Microsoft 就是Games债这些 所以其实这几个都是一些 大型一些的Games 也是有一些 元宇宙概念的 那慢慢就会续一 那这只3091就是刚刚有齐了 最赚钱的 刚刚提的这些股份 那所以你看到它 其实是防守性高一点 因为其他 就是其他的Metaverse 的ETF 它们捕捉的 真是一些 比如Facebook 你看到Facebook的股价 其实现在就着那么多一些 那些侵存问题 那些私隐问题 会就累到 那所以你说 在游戏市场里面 相对来说 在互货行购的游戏市场 影响会比较少的 那你看到今天 譬如3091 就算它跌下来 仍然是比含指走得好 它跌了10% 含指其实跌了3.4% 如果你说 计科技股票 我们3072都是 你也可以说 其他这些互联网公司 其实就是Web 3.0 在走完宇宙的 但是Tag股就会影响较大 就像3072那样 如果你说 就是捕捉 就是由低 现在叫低位 想迫反弹低流 那3072 其实你都可以当是 一些圆宇宙概念的 一些互联网公司去捕捉 嗯 这个真是重要 因为我自己 都有一个Meta的ETF 在美股那里 其实它那个手续费都挺贵的 所以我自己那个都还在坐艇 不过我经常说 美股那里我就存一些Meta ETF 存一些Bitcoin ETF 当然一定是坐的了 你无论在什么位买 你很难说赚的 而且你ETF是很稳健的 一男子去买的 那我都挺喜欢的 那可能大家都可以做一下这些 相对平稳一点的部署 看到我们UPTV有些观众朋友 可能每天都想做不同的操作 那如果今天手行买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买ETF都挺好的 其实有一宗news出来的 这个腾讯 申请这个元宇就双标 就被驳回 但是他又不死心 可能接着就会搞这个叫做VR 即是虚拟实景 或者叫做VTuber 即是有些虚拟的人物 但是他们开YouTube 但是还可以做一些 好像日本仓未来那样 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人物 但是他们可以开演唱会 叫做虚拟idol 那其实这一样东西 可能在日本 或者我们已经很流行 但是香港就很实体 我们最姓还是Mira Cora 很实体 我们还没有一些很虚拟的偶像 暂时会追得到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可能会慢慢发烤 或者有一个潜力在当中 那这些就 因为香港的市场 真的相对小一点 要明白的 那科技股 艾沽 那有没有正事 做一下其他的部署 那大家可能做一下这些ETF 相对防守一点点 那休息之前 回答观众的这个问题 回答9988 那27日出业绩了 阿里巴巴巴 Ruby你觉得 这次份业绩 会不会看好一些 我猜到105 我刚才看过 现在看看 9988 现在多少钱 105 是的 就是105 那现价位 可不可以收集呢 或者 之前可不可以部署一下呢 Ruby 其实如果说9988 如果你计算它的基本因素 其实就不担心的了 虽然 早前两天 有一些 晚矣集团的消息 然后又说 晚矣集团又不想出来说话 其实对它的股价力 都有影响 你会看到其实在礼拜二的时候 都已经插了不少了 那现在甚至它曾经就 跌穿过 应该是跌穿过 曾经跌穿过100元 去到接近那些水平 所以大家可能 在103.6 sorry 这个是今天的涨低价 那早前其实都有 是的 去到103.6 这些价位 那其实有机会 你说会不会跌穿呢 其实都有机会 因为其实现在呢 你在说科技股呢 那个消息还是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的 你看到其实这一段时间 升的呢 真是变得分金的 那所有环球的东西 油价有时候 都没有至于去到那么稳定的 那科技股呢 什么时候才是捞底 我觉得还要等一段时间了 那但是 你看到现在 就是普遍低位 你说它基本因素 是不怕的 但是风险政策的因素 那和因为它是高增长的股份 因为早前 其实你说 以前的股值 已经比较高了 但现在就是说 是12倍的 但是 如果内地呢 还在这些監管政策出现呢 对于它来说 影响都会比较大一点的 但是其实它最赚钱 其实是电商 电商 这个一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云业务也是 那这些都是阿里巴巴到时候 要发展的东西 那我又不会太担心 这一只 会不会说会跌 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入货呢 我觉得可以再看定些先 看看它一百元 可不可以站稳才再想 嗯 那观众朋友都很多不同的股份 那包括是1919要不要走 还有呢 观众朋友Andy 都想问一下Wuby 那就是百威亚泰 1876又出完业绩之后 股价升 那应该怎样去部署呢 那这类内需股又怎样看呢 不如我们take a break 转个头回来 再来 请无聊过Wuby 帮我们分析下不同的股份 六千萬一 至겠 第二ette 七五千 这七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 杨茜茜 第 次 2019 是176的 八卦阿泰 會不會迎你一個更好的少頭呢 為什麼呢 其實今年還有九月的時候 紅州亞運 內地的啤酒也會賣得挺好的 再加上 原來看11月底卡塔爾世界杯 世界杯大家有疫情好嗎 沒有疫情不好 有疫情就在家裡跟朋友喝啤酒 如果你說沒有疫情的 一定是酒吧要報復式去消費 到時啤酒也會賣得好 這些位置算不算高 還有接下來吃完內需 特別是看啤酒股 有沒有得憧憬一下呢 Ruby 其實如果計白威 單看今次的業績 再加上它的股價圖 是走掉好像有少少倦底上去 因為早前最受影響呢 就是說一些啤酒股 或者一些餐飲股也好 因為受了很多餐廳 其實要關閉的影響 對於他們來說 影響會比較嚴重 現在內地其實還有零星有些個案是出現的 突然間 比如深圳 可能有一幾棟樓要封在一個平台上 就會在做檢測 其實都有影響的 大家其實都會變成在家裡多一些 但是家裡多了 會不會 其實都可能另一方面 可能變成消費的 就會在家裡買好 很多的啤酒 會見面 現在你見到它的銷量 其實做得是不差的 還有現在在說消費品 這些股票 主要如果你說啤酒的話 它產量其實就不會說怎麼去增 反而在說的是 加不加價 如果在百威來說 這麼多家裡 三家裡 它的毛利率是相對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它做的是一些高端品牌 比如Hole Garden 我們在喝的那些 其實這些就是百威旗下的品牌 它的耳駕能力其實是會比較理想一些的 如果它疫情開始受控 就是內地方面做得相對比較理想的話 對於它來說 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如果它現在古教徒做得英俊的話 大家都可以考慮部署 不過正直 如果你看到它這麼多條平均線 都是向上的 正直現在這些打仗的時期 今天也是受惠著它出的業績衝高過 我覺得可以讓它輕微回一回調 就是黏著大概在十天線那些位置 才考慮買入 因為不排除 可能過了這兩天 就是這幾天 其實都會受惠著大市回調 會令它回一些的 那不要這麼快說現在的高位就買入了 但我也覺得這隻可以挺看好的一隻股份 大家可以看看 反而今天有個烏龍擺了 關於這隻二十雙湯 觀眾朋友都說這隻雙湯蟹了 因為之前就納入了恆生波子的雙湯 看得挺好的 你看他首日掛牌的時候 有敲鐘 沈祖堯教授和陳茂波斯獎有份去敲 哇 香港人加持人面面識AI 當然有另一邊的評論就說 有機會如果這些人面面識有機會反制 或者這些技術的東西可能會挺而走險一些 因為裡面都牽涉很多私隱 那些千絲萬縷的討論在雙湯之前就多些 那現在納入恆生波子 誰不知今天的故事就去到 因為恆生公司 恆子公司就以此計錯數大幅高估了 在恆生波的指數應佔的權重 以致雙湯今天斷崖跌16% 基金是嗎 跌16% 即行跌計錯數 那些基金又買了進去 最後散戶就輸了很多 怎麼搞呢 你的投資建議給你 或者你怎麼看呢 關於這隻20雙湯 其實大家都蠻看好雙湯的 因為雙湯做一些AI的東西 都算是半身股 因為其實我知道回來的 其實它那個內地背景都很強的 很厚厚的 始終它是讓它上市 之前譬如你說 真是如果內地有監管的話 市都不會讓你上市 現在其實針對的 只是美國針對的 內地呢 我們今年 如果計算我們集團入興 其實都會看好一些AI的東西 因為AI都是一定要發展 跟我們講完宇宙 跟一些遊戲的東西 都是一樣都是要發展的 只不過是否可不可以乖乖地發展呢 因為內地其實你越來越需要 這些AI的東西 就好像在騰訊 你都是要做AI 才可以不讓你打機 其實是要應用得比較廣泛的 還有內地一定要發展科技 只不過呢 就是很多監管的東西 因為它有了很多一些資料的東西 大陸就是最怕 你可能掌握的資料 比國家更多的 那有這個危機 其實如果只要它聽話的話 我覺得可以都可以值得的 但是這次呢 因為它計錯數 令它的權重呢 欠得那個金額呢 和百分比很大 所以現在其實有些基金呢 就變成了一個沽貨 那我現在一直都有人在聊 其實有沒有賠償的問題呢 那它就沒有說話了 就說3月7號才會生效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現在說 真是走的話 是有點無辜的了 但是我反而覺得 如果這些真是有價值的股票的話 那反而先保持住一點 就是不要在這些 在最恐慌的時候 大家最不理智的時候 這樣走了 就因為就是你持的股票 那你始終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不是那間公司出問題 只不過計錯數 那我反而覺得可以先拿著一點 讓它真的升上來的話 到時候才走 那看到過去那個星期五 有些股份染完藍之後 或者進入了指數之後 都有些明顯的回調 包括龍河山泉 9633 那都好像一般的 真的中了染藍魔咒 另一隻染藍的股份就是992 992 沒有什麼人猜得到的 因為雖然你說992受惠疫情 摘經濟 但是都在說 差不多接近年幾兩年前 那些Lenovo出貨量很好 那些平板如何如何 但是首先 你見992這麼高位的時候才納入 我也有少少爭頭 還有冷滿 冷滿都很重要 但是9633 摔下來你會怎麼看呢 關於龍河山泉的公司 因為其實大家在說這些藍頭的魔咒 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指數公司 永遠都是將一些 越沒有成交的東西 或者跌得越低產的東西 那就將它納入了 那希望就會把那些成交上來 但是反過來 所以就變成了 好像入侵來的 就是大家形容 都是一些 就是難聽一點的 說到那些垃圾 才會納入來的 所以其實那些人反而 你見到前幾次 其實逢侵不納入的東西 反而就會上升 就是大家說很熱門的 這幾隻會納入的 最後不納入 又不跌反升 納入了幾隻 就反而會跌的 好像變了有些玩法 變成這樣 不過你說9633 其實如果你看到白威 它都有升的話 其實9633 你看那個圖都不是太差 就是它會比較波動一點點 早前曾經在11月中 和1月做了兩個雙頂 這樣 那下來下來 但是你現在其實 你見到它的股價 都慢慢開始回穩了 你說隨著現在這些飲品 類型的股份 其實龍夫山泉 都是一隻很大的一隻飲料股 來的 除了它做水 其他都還有其他不同的飲品 而在國內都是屬於 叫做一個性價比高的 一些水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受處疫情的 影響不會太大 是 是 觀眾就問一隻3690美團 美團 上個星期又是 好像有預示式 這樣才下跌了 今天反而就好像 印象中沒有下跌到那樣 因為都已經下跌了這些 已經破了信心位了 那再走下去 美團 美團會下跌150元以下 那其實 見回ATMX 是一隻陳迅比較 抗節力高一點 9988當然跌了來 105好像 房伏有些信心支持 大位100元未穿 但是 3690就真的 幾多散戶坐貨 因為 它始終都是之前 跌得快升得快 大家都相信 有時候 我就從來都是 一上市的時候 買那隻美團 之後都不敢碰 因為 因為頭兩年 坐貨坐了很久 到它升的時候 我享受不了它的升幅 那我多不少 都有一些怨恨 對這些股份 但是有時候 最慘的是 看到那些散戶很開心 20元20元上 其實你都真的有見證過的 比如科技股 新經濟股 抬頭的時候 美團真的做了很漂亮的升幅 就好像坐貨戰式那樣上 但是現在其實 美團已經 差不多 對規矩了 你說要共同富裕 它有捐錢 你說要 騎手有保障 它又給它保障 幾乎供騎手 讀了書 上了大學 這樣 但是現在 都有一些整改 或者官媒都會出來 有些微言 跟它說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169元的美團 剩下的投資 Ruby你覺得 我覺得現在這類型的股份 都是要先看清楚 特別現在 我不是說 是不是一個低流的時間 我覺得很多其實已經比較低殘 可以留意著這些水平的股份 但是未至於說這兩天 是不是真的跌足 我覺得港股 是不是還有機會 其實都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著 因為反而 譬如美團 騰訊 早前這些 譬如林鄭市場 大家最喜歡在玩 就算它每次怎麼跌下來 都是好像玩波幅股 它都會升上去 就很容易捕捉 但是現在其實你看到美團 好像跌穿了一些區間 已經難一點去再看 它跌穿了大概170元這些位置 已經不再可以玩到 在190元這些位置 已經不再在玩一些波幅 所以現在是不是一個時間 我覺得它未至於這麼快見底 現在還在166元這些水平 160元是否支持得住 我覺得還要留意著 那不如又看看這個 昨天波叔也有說 說港甲鎖這個特別喝醉 都有貢獻到 貢獻到這個程度 很棒 是啊 我們道產戶 都算有份捐區 因為你都 為例拍車那些都賺很多 是啊 還有賣地 賣地收益很理想 Anyway 港甲鎖出現式 兩個小時前 上年多賺9% 不過都順於預期 全年派8.87元 摺幅就去到半成 失手400元 就是388港交所 要沒有放緩 是主要的誠因 究竟關不關那個特別喝醉事 我估計很多股評朋友都說 你說不關 不可以說不關的 你說關成交是不是縮很多 是真的有縮 我估計打了八截 你說最可紅的年代 我們真的天天坐在一個studio 就是和Ruby之前做節目 起碼120013億成交 基本上 現在過了1000億成交 還要不跌市的 你真的要找出來 都好像有一點難度 那一隻港交所 散戶常常都會喜歡去投資 還有都說 看到有個派適 那是不是一些 避險的股份 你覺得 跌到現在 可不可以說是 叫做跌勢 可以喘穩 你覺得 我覺得港交所 不可以叫做避險股份 因為它真的會跟著市場 除了大家IPO那些 已經可以看到市場氣氛 是差一點 現在你都說很少再聽到 接下來這一年 還有什麼大型的新股去上市 再加上 其實現在環球市場的氣氛 都是差一點 而再看另一張成績 就是成交 剛剛說的 現在成交 其實接下來最多一千層 已經叫做帥仔 早前大家很多時候 就在玩美股 見美股又開始有點不行了 想來玩回港股 但是港股其實 你看到其實都不是叫做多 所以加起來 最容易看來就是港交所 加上你看到它息又不是 那價錢又會跟著跌 反而我覺得港交所 如果真的現在 做一些避險工具的話 我寧願只是短線 買一點點金 還會比較你上市 是的 金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自己可以叫做投資一下 金價就沒有油價那些 油價又連續升了七年的高位 已經去到 但是金就還有些水位 不過看看會不會金價 下回1850才再進 可能會好些 不過今天細成水貨一定不跌下去 這些是避險資產 觀眾朋友問這1919問些 韓運股 韓運股有少少回潮的跡象 但是依然相對在高一些的位置 我們因為疫情的緣故 其實都發現 有些物品 以前都會運送得好些 現在可能有些地方都不夠膽 把那些東西運到香港那裡 因為我都聽到有些朋友說 接下來可能日本的水果 都沒有那麼快運到來 因為你香港搞得那麼嚴重 日本那裡無疑免開關 譬如你打三針 你已經可以直接飛日本 澳洲也是 你如果打三針也可以到一個假 你飛過去不用隔離 你回來隔離14天還是每天 你自己算數 泰國青蛙又開關 說這些就是最開心的 因為我們真的很久沒有去過旅行 可能有些小朋友 他出生到現在剛剛疫情那些嬰兒 他可能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有得搭秘技的 其實都挺蠻蠻蠻的 不過希望疫情真的快得到血卻 真是難搞的 其實是很抗疫疲勞的 當然了 不要說外國現在大家的房子都不能出口 是啊 你 Netflix 或者 Disney Plus 要看的東西都看完了 重複看了幾次Toy Story 還可以怎樣呢 人們會覺得難搞的 回答一些航運股1919 要不要走 觀眾朋友應該高位有貨 我當他多少錢有貨 因為他沒有說自己的貨 他多少錢有貨 我當他高位15元有 現在14元 跌1元 我當他8月的時候15元高位那些有 那你會怎樣分析呢 關於這些航運股那邊 我覺得如果你平手的話 或者有得賺的話 其實可以先走了 因為雖然我的航運股 你看到今天其實已經股價是很硬的了 港股其實跌了3%下來 其實航運股你說的是1.5% 影響不是很大的 而且其實真的說真的 現在航運還是有很多東西支撐著的 股價就不需要說太過擔心的 不過是否真的可以再升到呢 你看到其實他16元的阻力都很大的 現在就算之前說的 其實還在濕港 那些運費很多東西加 但是他由其實12月那些時間一直到現在 在16元的阻力位都比較大 我覺得很難會再挑戰上去 真的還要很多時間 那我反而覺得如果你說平手 又或者其實已經是有賺了的話呢 那反而不如離開長一點 拿著一點點現金 再看看到時市場跌了才會再留底 那雄運股就這樣看了 看到現在港股沒有跌那麼多 跌720點左右 不過對於後市的部署 大家都有一點點害怕的了 其實你說做些好倉 做些好倉 明天如果真的再加上核彈的篇算 哇 大家真的很害怕 但是如果你說明天原來又有得談的 兩國元首有視像會一個意義的 那大家就當沒事發生了 但是是有很多情況牽引在當中的 那見到近來一些本地銀行股都出業績 說了匯控業績都算不錯 你說又回靠又派息都算是這樣 不過恒生就很一般 分業績很一般 差一點 反而23% 東亞去年純利升45.8% 那這些有想法 那我剛才說 喂 波叔那份知情報告 其實利好就一定利好這些樓宇按揭的了 你想一下 就是因為它能夠借錢給那些業主 就再借得很鬆一點 就是如果你正當的職業 你拿著100萬 你買1000萬的銀行 大概至少借到700至800萬給你 那你當中的利息都挺誇張的 再加上盈利就是美國會加息 我當它第一回合不加 第二、三回合加 其實銀行都很肥肥喔 Ruby 你怎麼看呢 本地銀行股可不可以試試投資啊 如果是現在來說 都叫做不算太大風險的一些 始終都是一些傳統經濟股 因為加息那個環境 大家還說 買金的會不會很快有跌下來呢 因為現在雖然打仗是避險的 但是到時加息的會不會有呢 那我覺得其實每樣東西都可以分開來部署一下 每樣東西都可以分開去 金的話其實現在短線部署都可以的 因為你說加息就是三月之後才會公佈 又或者你現在可以買下 然後到時才倒下加息 那些會回落那時候先吃了一壺 但是你說銀行股來說呢 先說匯控 匯控那時候都比較看好些的 先看的那時候就是 大概上次說是五十多元 是五十多元 再上次說的就好像是五十六、五十七這些錢 但是那時候都說六十元其實它的阻力會比較大 如果它衝得過六十元的 都是可以長線的 六十五甚至說有些人再牛一點的 看到一百元都有 但是六十元的阻力就比較硬些 這個其實都不知道是最重要的阻力來的了 看回前幾年就是這些位置也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如果它這個挑戰不好的話 都難一點再上去的 那都是你說如果你真的等它當 拿著它收息的 那都OK的 在長線看 那我都可以等那個局勢穩定一些 在這些的時期再買入 起碼都要大概五十萬元以下這些的位置買入 那個獲利空間會比較理想一些的 那節目最後呢 不如說一下騰訊 騰訊出了大概三底了 今天低位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四百二十六元 我這裡暫時看不到 因為現價在報四百二十八個八 觀眾朋友都說現價可不可以買些騰訊呢 這些位置會不會去到四百二十幾 經常都會有怨恨的 就是你如果四百二十幾你沒有買 就會到時去到四百八十元 甚至上一回合再高些 四百八十五元那些位置 你就會覺得有癮痕 因為無論你用衍生工具操 或者政府操 其實都有一個潛在的聲浪在當中的 那這次是否一如以往看得比較樂觀些呢 圖表形態 如果你說騰訊和美團比較起來 騰訊還是在那個區間裡 雖然那個區間已經不同了 早前 早前的區間就是四百六至四百九 但是現在已經下來了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騰訊 在四百元那些位置 甚至是再高一點的 去到四百二十元那些 其實都有支持在那裡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如果你有短線 就是投機證 捕捉它的波幅的話 是可以留意的 但是如果真的長線去駕駛的話 我反而覺得你去到四百元那些位置 才買入就會比較理想一些 嗯 但是如果你說短線 你駁一駁它 明天有一點點反彈的 那我覺得可以用獻生工具 來用一點資金來試一下 是的 我覺得如果你說 說真的 今天是恐慌性跌得多了 很老實講為什麼呢 喂 有些不關事的嘛 你打仗還打仗 你二三三一你零 關什麼事啊 就是我要買球鞋而已 就是你零都和你按四百元下來 你就知道他們跟著大使借勢 對一對一些好倉 就是這些股份是完全是平衡時空來的嘛 就是你那邊打仗也好 以至你說香港疫情也好 基本上不太多東西是牽引到 在你零要節那裡 還有你零三月頭 第一、二個禮拜好像出席 好像民主份業績都不差 那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 部署一些好倉 因為去年叫做奧運年 大家買那些衣飾穿的東西 可能內地 特別是內地的情況 都可能相對好少少的嘛 散戶油可以試試部署一下 其實如果說說騰訊 大家還想去低位鬧的話 反而我們那隻3091 其實它裡面是有騰訊的 因為它好處就是 其他Metaforst的ETF 它只是捕捉美股的 不少都是的 可能大部份都是美股 甚至是完全是捕捉美股的 但是這一隻它特別之處 因為我們日資公司 它有日本、韓國、台灣的市場 有晶片股 譬如台式電 甚至騰訊 其實剛剛說的 第二大最賺錢的遊戲公司 其實就是騰訊的了 所以你說薄反彈的 也是環球資去看 這一隻也可以說叫現在的低位 可以留意的ETF 是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用一些ETF去操作 都可能是一件好的事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Ruby做個嘉賓 疫情快點退卻 我們可以到時真人做節目 謝謝Ruby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Ruby